要隔音的跳舞 哦,Victor 你的脸色看起来很不OK哦 發生了什么事啊 哦,Lezzy 没什么,没什么 Oh, f**k, tell me please 别这样,我只是好几天没有上厕所 我说我只是肠胃好像生病了 我想我应该是俗称的便秘 哦,也就是说你最近排便不顺嘛 你知道吗,排便是人类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之一 也就是说你不正常哦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 当食物消化,然后吸收至排泄 大概需要一到两天才算正常 也就是说你不太正常哦 哇塞,那就表示你已经超过48个小时没有排便了 好,我来帮你吧 等一下,你想做什么 呵呵呵呵,你知道的 你,你不要做傻食 排便顺畅,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排便不顺畅,我们就叫它做便秘 那便秘的定义呢,在医学上就是说 一个星期排便的次数少于三次 或者是在所有的排便当中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 排便的时候要非常的用力 那便秘的原因呢,有很多 首先像蔬菜水果吃的太少 或者是说水喝的太少 或者是长期坐着很少运动 都有可能会引发便秘 那便秘的症状呢,有可能会觉得肚子脏 或者是肚子会痛,甚至有可能会觉得恶心 以至于食欲不佳 那我们要如何解决便秘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会建议最好 每天能够固定时间去排便 其次,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些造成便秘的原因 像蔬菜水果我们应该要多吃 水分我们要尽量多喝 那运动也是最好能够每天都出去运动30分钟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养成每天上厕所 排便的好习惯